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又是我Tracy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升级产品 就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食材 黑虎杖群 完全没有听过 也不重要 因为我也是比大家幸运一点 大概一年前才第一次认识这种食材 听起来的名字好像很厉害 叫黑虎杖群 可能大家都会想 会不会与老虎有关系 其实也算是 因为黑虎杖群的形形 其实真的有点像虎杖 上面你见到有些黑色斑纹 而且还有一层 小小的黄鹤色的绒毛在上面 所以眨望下去 其实真的有点像虎杖 说回来 其实不止名字好像很厉害 其实黑虎杖是真的很厉害的 我当然说的是他的功效 因为根据资料记载 黑虎杖属于聖平美金 有补气抑血 追风散寒 和谓通便 也有清热 消炎和防菌的功效 说起补气抑血和追风散寒 就一定要说一下我自己的个人感受 刚才也说过 我大概一年前 有幸去认识到黑虎杖菌 和吃过 我很记得当时是煮鸡汤的 虽然已经隔了一年 但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我现在仍然很记得那个味道 因为真的非常香 它那个香的程度是很浓郁的 而且闻下去都很舒服 就好像我们现在放在这里 其实那种香味都环绕着我们现在整个空间 而且它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那种口感就有点像冬菇 但是它的质地 再会比冬菇更加细暖很多 最棒的东西就是 我吃完之后 是立刻的身体是暖了 一些认识我的朋友都很清楚 我是那些一年365天 都是手脚冰冷的人 但是吃完之后 它最神奇是什么呢 是连我的手脚 当下都立刻乱了 所以效果我觉得是非常明显 而且我自己都觉得很神奇 说到这里大家就会想 这么漂亮的一种食材 为什么都真的没有听过 而且又好像没有在市面上找到 其实这一样东西就是哈虎掌 一个很珍贵和罕有的地方 虽然哈虎掌也是属于菌类的一种 大家可能会即时想起就是菇 那些菇其实是很普遍的 你可能是可以人工很大量去培植 而且其实找到木 基本上好像种得出来 但哈虎掌菌是完全不同的 我会形容它是很有个性 为什么呢 它对于生长环境很有要求 第一件事就是它一定 只是在这些很少数的树木品种的根部 才可以生长到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都是不可能以人工去培植它 大家想想一下 现在其实连灵脂 人心 甚至乎是东松下草 都在说可以人工去培植 但是还有食材 只是限于野生 可想言之它的经贵程度有多高 还不止 哈虎掌菌 刚才我提到 它很有个性 它对于气候 其实它的要求也很高 所以只是在中国的西南部 譬如云南 贵州 或者是西藏 还要是在高海拔的一些高山松林 才能找到它的蹤影 全年只有七八九月 这三个月才是它成熟期 是可以收割的 即是用来食用的 这个真的 它那个罕有程度 就真的爆了 所以无怪乎 就很少人听过这个食材 而因为它这个罕有程度 自古以来 它就是属于 历代的一些宫廷的供品 亦都称之为十大珍贵的菌类之一 到现在其实很多日本人 韩国人都很喜欢吃 而韩国人更夸张 它是预计这些黑虎掌菌为成品 而且大家也不要想着 黑虎掌菌会不会只有保气抑血 那么简单 其实不是的 因为最近一些检测报告都指出 它里面含有17种氨基酸 是17种 还有7种是我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 而且里面还有11种抗物质 以及大量的微量元素 这几样的成分 其实都是对于降低胆固述 促进新层代制 以及增强我们人体免疫能力 是一个很大的功用 之前有一些医师也指出过 对于比如说是胃鬼药 或者慢性的胃炎 胃痛 甚至乎是吃到癌 都会有一些医疗的效用 总之它真的有好处是多罗罗的 兼且它是非常之容易去煮的 你炆也可以 煮也可以 炖也可以 炖也可以 炒也可以 蒸也可以 而且它是和很多食材 都可以互相配合的 譬如我们常常用到的鸡肉 和瘦肉 而对于食素的人来说 亦都有一个非常之好的消息 因为虾股酱菌 是和任何的蔬菜一起煮 已经可以很好吃 静静静再告诉大家 香港人很喜欢吃火锅 其实吃火锅都可以放些下去 真的没得输 而且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明知有些东西是很有益处的 对于身体 但是往往可能因为那种口感 或者那个味道接受不了 所以就放弃了不吃 但是虾股酱菌 就绝对是大家的九星 因为它是很好吃的 我也挺肯定 大家吃完之后都会赞口不绝 因为它是位置限定的产品 供应量真的非常非常之少 可以说真的手快有手慢就没有 所以如果大家想尝试 就一定要尽快去到我们四时盒去选购 虽然说心急 但是也记住 继续去留意着我们的Facebook 和IG 下一次我们就会介绍一种 都是升级的产品 而且我都肯定大家都一定吃过 不过当然是好的东西 我们才会去介绍 所以也请大家继续去分享和赞口 我们的帖文 继续把一些健康的资讯 都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